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是超新星呢? 我们以前也说过 例如太阳以核聚变反应发光发热的星体 有些星较轻点 有些星较重点 我们太阳在宇宙中算是比较轻的星 但有些星比较重6-7个太阳质量 甚至10个太阳质量 其实宇宙中有很多这些星 它们的核聚变反应进行得很快 它们最后耗尽它里面的氢气 然后消亡的过程会走到很特别的途径 会不会等于我们说爆完核弹之后的情况? 又不像 因为它很独特的一个地方 就是你不结合万有引力的效应 你不可能发生一种叫超新星爆发的现象 譬如说地球你放了核弹 爆完 那它的能量光同而散失了 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在一个天体上 你如果像太阳这些天体 它没有足够的氢和氢和氢 去进行核聚变反应 那它会有一个缓慢的熄灭的过程 它会慢慢将它外面比较轻的气体推开 中间就慢慢温柔地去塔缩收缩 变成白米星的阶段 但是有一些 如果比太阳重大很多的星 它消尽了它本身的燃料 已经不能再进行更多的核聚变反应 来产生光和热的时候 它突然冷却 会冷却得很快 因为它自己本身重 它那个万有引力很强 将它自己外围的气体一下子吸回来 一吸回来大反弹 那一刻就超新星爆发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 你除了核反应之外 你不结合还有万有引力效应 你解释不到它发生什么事 本身就是它一定有足够的质量 这个是有数据出来的 是的 如果它爆完之后 多数就会剩下一些很激烈的天体 比如说中止星、黑洞 甚至有一些比较外中间小题 一些叫磁星的东西 其实我们已经证实了是有这些东西 超新星爆发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它爆发出来的光芒 可以持续好几个月 甚至乎在很多不同的文明典籍里面 都曾经记载过 就是说 有一些星竟然是光到日头都看到 持续好几个月 最出名就是宋朝 它看到那个蟹状星云 那个超新星 所以它是无论在古人有记载 我们今天的天文有研究 亦都知道是一个激烈的天文事件 所以你有权问 如果在一个很近我们的距离 发生这件事 我们会怎么办呢 其实我会说 这件事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说近有时 我们有没有试过 在一些超新星附近 附近有几个附近呢? 第一节 或者我们以前的节目也有提到 最近的那个星就是四光年度 那个星本身又不是很重很大的 所以它应该不会变成一个超新星 但是在我们的银河里面 甚至是银河以外的宇宙 实在有太多太多 很多其他重的星 譬如说在我们的银河里面 基本上现在我们每加五年 就可以看到一次 而这个宇宙里面 有那么多其他的银河 天空上面 那么多其他方位的星 其实我们基本上 看到那个超新星爆发的频率 会有很高的 就是基本上你够留心的话 我够敢说 基本上这件事是发生的 那我们能不能看得到? 很多时候你要靠仪器去看 你一个如果真的说 日头看到的超新星 通常是要比较近 最好就是在我们的银河里面 于是乎就是你那个光够强 肉眼都看到 但是有些是远到弱的地步 你需要用天文仪器去看 那么远的弱的 就算是多强也好 你就用天文仪器去看 去设计很多微弱 但是我们会这么说 因为这些超新星爆发 其实是一些很激烈的天文事件 我们想像的是天文上激烈的事件 通常会联系到什么的物理现象呢? 加码蛇线爆发 超新星爆发 其实超新星爆发 就连带着一个很强的X光爆发 还有就是一些黑洞和黑洞 中指星和中指星的对撞 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重力波讯号 甚至是中微子讯号也会有 就是说得到这些东西 要用这么强的粒子来 这么强烈的 就是能量级数这么高的粒子 来去设计的东西 就是来自一些很激烈的天文事件 因为它够远 我们可以当作看电影 但是你想想 如果近距离的时候 其实理论上可以很严重 有人都说 如果加码蛇线爆发 是刚好完全能吃到精焦于地球的时候 其实对于地球来说 可以很严重 当然越远的安全系数越高 但是这些激烈天文事件 如果足够近距离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很大影响 我们可否用一个比喻 就是等于子弹或者石头 如果石头我们在10尺 它扔过来 那当然是撞伤 它在100尺 扔过来 有另一种的力度 再远一点 如果能扔过来 有另一种力度 但问题有两个 其一就是 现在我们所知的 最近的超新星有多远? 都是以万光年去计算 如果你说是银河以内的东西 银河是十万光年的东西 所以你说如果里面有的超新星 比较近的就是千万 是否曾经试过有的更近呢? 原来我们有办法知道 这个就要透过地质考古的数据去看 大家如果还记得 就是有没有小行星撞过地球 留下一些痕跡 原来他们透过去找那种 有一种叫E的Iridium Iridium 这种元素 看看原来薄薄一阵 在地层上找到 似乎是小行星撞落地球的证据 那我们有没有其他方法 去帮我们验证一下 有没有曾经试过 在我们比较近地球的地方 有超新星爆发的证据呢? 原来是有的 就是透过找铁60同位数的浓度 然后我们透过量铁60同位数的浓度 我们知道 原来有一阵的地方 真的可以找到 一个铁60同位数的浓度比较高 应该由超新星爆发来的 最近我们那次的事件 应该发生在200万年前 如果真的这么不幸 在我们比较近的地方 有个超新星爆发 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又要问一下 超新星爆发会扔什么出来 它扔得最厉害的 如果你说真的很近很近 在外围的气体已经很厉害了 就吹散了 但是就算你和它不太近 它出来的电磁波讯号 尤其是X光 都已经够毁灭地球生态 故事是怎样说的呢? 其实就是 你如果真的很近很近 它整个星爆发 已经将你的大气去毁灭 吹走了 这个就真是很科幻小说式 你可以想象 整个大气突然之间移动 入面的成份完全改了 于是不再移居 远一点的话 它的风没有那么厉害 但是它的X光讯号 已经足够令到整个地球很大影响 首先它会将整个臭氧层取走 它会对臭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后它也可以将 因为它有很多X光射线 令到地球上的氮气和氧气 散了 再重组 大量产生而氧化胆 于是天空整个气候 大量的这些温室气体和酸雨 就会产生 对于整个气候和生态 那这个大气层 基本上是不再移居的 但你之前说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 当时有没有造成这种破坏 如果说200万年前 暂时资料有限 就不知道 那它会否可以在大气中 留到痕迹 让我们看到 暂时看不到 但是 也可能这个事件 本身不够近 你说要多近 原来大家计算了 一个比较典型的超新星爆发 你最好希望它不要在你160光年以内发生 因为你如果近到160光年以内 那就随便一个超新星爆发 它发出来的X光已经足够 将你整个地球的大气的性质改变了 你可能想到 我们地球本身的大气 不是有个自我保护机制吗? 太阳风吹过来这么猛 我们那些离子都可以挡住 跟着X光我们的地球大气 本身就帮我们去吸收了 但是你也知道 等于你穿避弹衣一样 看一粒子弹多厉害 你避弹衣挡到一粒子弹 也挡不到一粒炮弹 是呀 那这个是炮弹来的 是呀 另一个问题就是 虽然现在我们都在安全里面 因为现在说的 160光年以内就危险 但是会不会日后 将来时间有一个 在这个范围里面的 一个星体产生过一个朝鮮星? 照计就没有 如果在我们160光年以内的星体 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最近的是四光年 有些160光年以内的星体 基本上一定是在我们的银河系里面 如果那些星体 不要说它本身是否正在爆 我们连外面 它们有多少粒卫星 基本上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 所以有多少行星围绕着它转 甚至乎 会不会有些行星上的卫星呢 以我记得 我们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去拍到部分 这些外面太阳系 上面的行星的卫星 不是在拍攝 Axoplanet 而是在拍攝 Axosatellite 我们是在拍攝 那是否说 其实我们在身处地球 这个位置是很幸运的? 我也不知道 我不会说我们特别幸运 如果我们已经是一个幸运的位置 代表着 宇宙上也有非常多其他幸运的位置 如果我们是一个不幸的位置 我亦都觉得 这个地球上也有非常多 和我们一样的不幸的位置 不,如果你说 我们处于一个不幸的位置 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儿说话 神祖已经文明 不会建立到 另外一件事 除了大气之外 其实我们有一个Van Allen Belt 那是党 是否党到这些复射? 只能有限 它是党磁力 对,地球的磁场本身 就会令到你可以党到一些带电的粒子 如果你说的是一些不带电的电磁辐射 你就要靠地球自己的大气 去吸收或者散射这些电磁辐射 我们的地球带气的性质 就令到它对彩虹颜色的可见光 是比较透明 那些光就比较容易穿透 但是其他波长的光 就没有那么容易穿透 所以我们看北极光 就是这些大气层极光的粒子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我这一节要讲讲另一件事 在我们的宇宙里 水的形态 其实是否像我们地球 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知道宇宙的水应该不少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宇宙里 轻和氧是不少 轻和氧不少 它们化合在一起 其实变成水也会不少 甚至除了我们地球以内 我们知道火星上 应该存在有H2O 它不一定是液态的水 但可能是结冰那种 甚至是水气的形式存在 在例如木星其他卫星 我们上次有提到的 Juice的任务 去看看木星其他卫星上面 相信它们也会有冰 即是说是一种由H2O合成的冰 我们地球上面看到 水的三态 一些是散光分离的 H2O就是水蒸气 有些是走在一起 但是随意流动 液体流体的水 然后结成冰 就排列得很整齊 我们其实没有什么 去学习其他 就是说 会不会这些H2O排列 可以有其他形态呢? 你可以问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把冰高温 高温便会变成蒸气 但不是 不止 加上高压 不让它变成气体 硬压住 令它在固体的状态 其实是我们日常生活的 很多例子 你如果把东西放在高压 它有另一种化学结构 有另外一些物理特性 即是说这些越是高压的东西 你想令它跳造 变成气体或者液体 就越难 所以理论上 你只要加足够的压力 你可以令到冰很热 仍然是冰 仍然是固体 很热的冰 对 听到很有趣 然后你可以再问 很热的冰和很冷的冰 里面的分子排列结构 是否一样 我们就会想 不就是这样排列 但其实不一定 现在很有趣 在University of Rochester 在美国的罗瑟斯斯特大学 那些高温高压研究小组 用水来玩 将冰压到非常高的压力 然后将冰压到非常高的温度 而发现它的物理特性非常有趣 其实有这么说 一位在华人社会里面 非常耳熟能长的一位教授 朱经牧教授 他做这些高温高压物理的东西 但他的专攻在超度体方面 但其实整体来说 这些高温高压现象 不一定只是用来看电子元件 或者是看半导体器件 是可以研究一些 就算是普通的水 你也试试玩一下 其实原来这些高温高压状态的水 是很可能在很多的星体上出现 尤其是他们的核心里面 外面可能是很低压 但里面就一定是高温高压 这些高温高压的东西 在一个这样的状态 无论是水也好 甚至是氢也好 会不会表现了另一种物理现象呢 现在很有趣 我们看到这种叫做Hot Ice 原来去到高温高压状态之下 它依然是固体 而里面的那些H2O的排列 已经变形走位 把氢压到自己走 对然后上面的氢可以自由地游走 这种状态 这是我们以前实验内 未发现过的一种凝聚太物理的状态 但既然这些高温高压的环境 在宇宙的星体里面随意有的时候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宇宙空间里面 尤其是在某一些星体的核心里面 照计是有很多这种冰 而这种冰 照计是会比起它在表面的一种液体 或者是普通冰箱里面 看到那种固体冰 是更加多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看到地球上 你看到海洋已经有很多水了 但会不会有其他星体 里面有更加多的H2O 但它们用另一种形式出现 例如这种Black Hot Ice 我觉得是非常之可能的 所以在实验里面 研究这些现象 原来是将凝聚太物理和天文物理 结合在一起 这个英文的名字 应该是超磊子化冰 但这里提到虽然是热之外 为什么是黑色呢? 这个很有趣 黑色是不透光的 其实你将它加到高温高雅的时候 你尽管整个透光的特性是变成的 其实就算是冰也是 有些冰可以冰到很晶莹 很透明 但有些冰就有很多霧在里面 其实就是在里面看分子排列 是如何决定它对于光是否透明 高温高雅的时候 很多光射进去被它吸收了 它不会反射到不透明 所以有整粒甚至是变成黑色 就不是代表里面有碳有成的 它就这样是一种养和轻的发酵物 以一种很特别的形式结合在一起 它就会变成不同的颜色 它是光线进不去的 是的 这个很有趣 看看我们有没有将来 有没有机会拍到这些黑色的热兵 热兵 这一集就结束了 我们下一集再回来 梁锦祥工作室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也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